好,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接着我们上一堂课 如果你有按照这个顺序来看的话 你已经看过了如何来挑选形状和宽度 分别是在哪里呢 这边看到没,这边可以挑选形状 那这边,请看这边 这边可以挑选它的宽度 线条的宽度 那今天要来讲一下颜色 颜色在哪里控制呢 请看这边 来,选这个里 按下去可以选择它的颜色 那目前是灰色,对不对 我们只要按下这个框框,按下去 你看它的色盘,这个色彩选择工具就会出来 就像我们以前填膠填充工具的时候一样 我们只要拉动这个小箭头 我们可以任意的点一个色相 色彩方向,色彩种类 然后选择彩度 彩度高,彩度低 明度高,明度低 然后这边就可以几乎拥有我们眼睛 肉眼所看到的所有的颜色 你挑一个你喜欢的,按下确定 它就被改颜色了 那目前只要是这个橘色 你接着再画出来了,都会是橘色 都会是橘色 那这是改颜色 其实它还可以改材质 材质要在哪里改呢 我们可以到这个 有两个方式可以改了 我们今天先来教一个比较快一点的 我们先把工具设定 跟图层管理员关掉 免得你看的眼花缭乱 在这边有没有看到 这边 开启图库 这个会开启白宝箱中 跟这个物料 好,路径绘图工具有关的这个物料 好,我们来按一下 来按一下 好,你看 这边有物料图库 物料属性图库 变形图库 形状图库 那我今天主要要介绍这个第一个 物料跟属性 按一下物料 你看它就会开了 你看物料 在这边有 胶体玻璃 不知道你看得到吗 我们放大一点来看一下 这边有很多了 你如果点下的是全部 那这边的 这个 范本就会非常非常多 那你就可以慢慢一个一个找 但是如果你要找比较快一点 同一类型的 你就可以看其他下面这一些 下面其他这些 什么胶体啊 胶体就是类似像口香糖或者是 果冻套那种 手机果冻套 那有金属、塑胶、纸张、荧幕球等等 你可以一个一个去点 一个一个去点一个一个去看 找到你喜欢为止 那胖老 因为东西太多了 我就不一个一个示范了 比如说这个 类似果冻胶 对不对 那目前我们选择的是这一块 你只要快点它两下 就变了 你如果要别的颜色 再点两下 又变了 很方便吧 如果是要玻璃 你看这都是看起来像玻璃 有没有 点两下 再变了 点两下 那边 你就可以去点它 那你可以自由自在的更换你想要的材质 那另外这边我们刚刚讲了 按下去以后还有一个物料属性图库有没有 我们先把它复原一下 免得太乱了 好 又回复到原来的状况了 我们按一下这个 物料属性图库 你看它开的是另外一个地方 其实仍然是在白宝箱里面 文字路径的特效里面 刚才看的是物料 看到吗 刚才是下面这个物料 有玻璃胶体有没有 金属 刚才是看这边 现在开的是上面 上面这一块对不起 上面这一块 那这块叫做什么呢 这叫做属性 比如说红棕色啊 材质你看 一样 有很多 你点两下 它就套用上去了 砖块 点两下 就套用上去 所以透过这方法 你也可以快速的 改变它的这个物料 它的质感 它填充的模式 那如果你都不喜欢 你想要改回来 你就重新按颜色 再去选一次就好了 确定 它就改回来了 这就不是以这个开启了 那今天讲到的是 颜色和这个材质 很快就可以变换 非常多的样式 希望你学会了 那学会在干嘛呢 将来我们可以 有一些变化可以用 那今天先讲到这里 拜拜